弟兄姐妹,美好的是感谢主来到主的面前 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的力量 祂是我们的磐石,祂是我们四位的盾牌 依靠祂的一样好处都不缺的 今天我们要来读史如新传25章23节 我们要读完这一章27节23节,我们先来读 第二天,雅基帕和百吉尼基大张威士而来 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 菲斯都分布一生,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雅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 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尚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借去 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做民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雅基帕王面前 为要查明文之后,有所沉重 据我看来,解诵囚犯 不止民,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所以弟兄姐妹一直到现在为止 连告他的人,就是菲斯都所做的见证 知道保罗根本就没有犯任何的罪 没有任何该绑,只是犹太人的问题 犹太人一直想要害死他 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圣经不断不断的 来告诉我们说保罗是无辜的 但是他还是手上带着锁链 那就跟我们的绝书一样,他没有犯任何的罪 比拉多至少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最后还是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这世界其实是没有公义的 只有上帝才有真实的公义 那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亚绩帕王在面前 菲斯都在那边说,你们看这个人 保罗站在诸侯跟军王的面前 诸千夫长,还有许多尊贵人面前 当时最上层的人都站在保罗的面前 保罗是带着锁链 好像他面对着这些非常有权势的人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人 菲斯都说你们看这个人 那弟兄姐妹,这个人有什么可以看呢? 罗马人怎么看这个人? 罗马人怎么看保罗呢? 罗马人在那边做见证说 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没有什么该绑的罪 但是他还是被绑,被拘禁在这个地方 这是罗马人看见的保罗 那犹太人怎么看呢? 犹太人恳求呼叫 不可以聋这个人再活 这是犹太人对保罗的看法 这个人是不可以活的 不可以让他继续的活下去 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是在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得见 还有其他人 你相信还有别的人在看吗? 还有什么人物在看吗? 弟兄姐妹,虽然圣经没有记录 但是有一位一定在看 就是撒旦也在那边看 撒旦也在那边看 当然撒旦也是 为什么犹太人会激动的说 不容他再活 因为撒旦也是要飞至保罗以死地 因为他太像耶稣了 太像耶稣了 保罗造成了这个地狱 这个黑暗的权势国度里 极大的损伤 因为大量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这是撒旦看的保罗 他也是要制止他 弟兄姐妹,除了撒旦在看 还有谁会在看呢? 你们想还有谁会看? 上帝在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看他 忠心良善的仆人 在那边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你知道弟兄姐妹 这种压力是你没有经历过的 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怎么呢? 这个保罗一个人站在那里 没有人 后来他也讲 保罗也在他的树心里面讲到 他一个人面对这些争战的时候 他心中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圣经允许我们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保罗他自己亲生经历 他说世面受理 却不被困住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也不会死亡 为什么? 弟兄姐妹因为在他的里面 有一个宝贝 有一个宝贝 弟兄姐妹真的 这个宝贝所发出来的能力 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这个能力可以抵挡 这个全世界所有的 加起来的力量 也都不能够抵挡 这个能力 那弟兄姐妹 我觉得 还有一件事 弟兄姐妹 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来看保罗 是不是? 弟兄姐妹 我们应当来看保罗 我们应当来看看 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 保罗他说 我们成了一台戏 演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 那弟兄姐妹 保罗是我们的榜样 保罗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 Forerunner 就是先行者 他是我们的榜样 他已经为我们开辟出 开辟出一条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惧怕 当你面对每一个挑战的时候 你不用惧怕 弟兄姐妹 保罗已经跑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保罗 后来在他的书记里面 他也告诉我们说 他说 不要惧怕 他说 望着标杆直跑 要得那种上头 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他说 不要让人夺去了你的冠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容许他旁边 周遭这一个事情 那一个事情 一下子被绊倒 一下子不不爽 弟兄姐妹 你知道 你看见这么多的问题 只有证明一件事 你是在二楼 你不是在一百零一楼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都要提升 提升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一直的 被我们终造的事情缠着 弟兄姐妹 就会让我们的眼睛 开始模糊 看不清楚 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容美 看不清楚 神在你生命当中 那个神对你生命当中的旨意 美好的旨意 是存全可学的那个旨意 你就看不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容许人 来夺去你 神要给你的冠冕 弟兄姐妹 感谢主 那一天有人 大张旗鼓 这个大张威士 其实只是虚有其表 那样弟兄姐妹 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保守她的仆人 一直到她的事工完成 弟兄姐妹 最后她就被解造到最后 她能够站在这个该沙 就是这个亚古斯 就是该沙的这个皇帝的面前 在那边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是以前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神所命定的一定会做成 那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无论我们在走上 怎么样的环境里面 别忘记 我们是主的人 那弟兄姐妹 上帝在看 上帝在看你 你怎么样面对你的困境 你这个不但上帝在看 天使在那边看 还有许许多的人 也都在那边看 弟兄姐妹因为 我们成为一台心 但愿我们在神在人面前 我们长存无愧的良心 我们演给上帝看 是要让上帝得到荣耀 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眼睛不要看 环境不要看 只看我们的角色基督 有一个孩子 非常天才 是一个弹琴非常棒 你知道他在一个演奏会里面 当他演奏完第一首曲子的时候 全场的人就给他拍手 但是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动 因为他看见他的老师 就坐在这个讲台上的旁边了 别人都看不见 他看得见他的老师的脸上的表情 他看见老师好像没有动 所以他就努力的再去谈第二首 第二首哇 谈完了以后更多的人拍手 哇那真的是叫好声连连 但是这个孩子也没有动声声 为什么他看见老师 还是没有表达什么东西 他就谈第三首 第三首也是他最后一首 当他谈完的时候 弟兄姐妹全场的人就站起来 来为他拍手 那弟兄姐妹 这时候这个孩子呢 看见他的老师呢 在旁边就跟他点一点头 那弟兄姐妹他就忠于所有的心 这个担心的都放下来 弟兄姐妹感谢神 全世界人都说你好 那不见得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的 全世界人说你不好 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弟兄姐妹感谢神 你要知道 耶稣知道 到我们要见主的时候 让主向你点点头 那就够了 够了弟兄姐妹 一生就够了 弟兄姐妹期待是什么 就是要讨我主的喜悦 我一生一世 就只有做一件事 只要讨我主的喜悦 我要做完上帝所托付一切的工作 弟兄姐妹 让你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 神恩待祝福你 感谢主美好的事 总是在当你的心转向主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不要看环境 只要看你的神 你就必定跟随就像宝一样 能够走到路中 看见主在那边迎接他 是上帝与你同在 感谢主美好的事 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 阿们